字尾這邊是聽說 你有朋友是被老婆 賤錢賺的少 因為常常聽過 就是我有聽那種父子輩的 就是媽媽在上面 就常在罵老公說 我們家裡很沒老公 買的也很賺錢 去再負責就退休了 老老在家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去做金融也好 就是很多那種 歐巴桑會這樣子 嫌自己的老公 那種歐巴桑會多厲害 你親自說的嗎 你也挑撥理解 經常這樣說都是說嫁拼 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實在就算了 都說那實在 你如果不說你老公 我就想說 那個不是應該發生在我們長輩 才會發生的事嗎 但是在我的平輩 我的朋友當中 他太太也是這樣講他 然後他就一直在掙扎說 這種婚姻還要繼續下去嗎 因為其實他的薪水也不算少 他一個月也有八九萬塊 那很多啊 那我覺得八九萬塊很OK啊 然後房貸也沒有讓太太繳 然後車貸他自己買車他自己繳 那小孩子的學費他也繳 那我說那你太太繳什麼 他說我太太就是負擔他自己的 他有孝親費啊 那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交通啊 吃飯啊 那我說那你為什麼你太太會嗎 你沒有用 他說我老婆都說 跟我在一起都沒有好日子過 都過苦 不是有八九萬嗎 但是他覺得八九萬 那是花在家庭的開銷嘛 就老婆可能想要出國旅遊 老公就說老婆我們要省一點 因為沒有太多錢 那要出國OK啦 我們去近一點的 那太太就想要去歐洲啊 人家黃醫師都去歐洲啊 沒有 我只能去日本啊 真的喔 就是他就會 他就會舉很多別人多厲害 然後呢 而且他很喜歡舉 就是我們共同的一個朋友 他說你看人家誰誰誰 然後呢 都每年都出國去哪裡去哪裡 那比就不出比了 那要趕快離婚喔 不然就會變成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男法官 對 所以他 所以他就是 那我說那你為什麼 你老婆這樣寫你 因為他老婆會嗎 他說你很沒用耶 不會賺錢耶 然後每次跟你講 反應這個事情 你只會說像我們剛剛講 什麼大環境不好 那也是有跟他老婆講過這句話 他老婆說你不會去想要投資 或是去幹嘛嗎 我覺得人要知足 真的 要跟感恩 對 這樣會比較快樂 所以問他說你要不要 那你 你會想要離開嗎 他又覺得說我老婆 只是這個地方會嫌我而已 其他都沒有 是啦 好